但是有时间的话,如果你有空,你有时间,你可以来我家玩 那好吧,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可能就是因为是三天一倒的,所以很少游戏机时间 但是晚上呢?比如说 因为它这个工作是分时间段的,比如说我现在上的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 但是可能明天之后我上的班是晚上11点,早上8点 然后再过三天我上的班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 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找的 对,对,对 但是我想想如果我成为一个保护官员在西班牙 然后一个中国人来到我的棺材 然后他会变成唯一中国人 然后他邀请我到他的党会 所以我一定会去,不一定会去 我一定会去 我一定会去 我会想知道他家里是什么 他家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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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里是什么东西 他家里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他家里是生活 他家里是什么 他家里是学习 员工有食堂 宿舍 每年员工回家的时候有探亲假 年底回家过年的时候有年假 来往路费报销 员工都像上养老保险 社保 都按时交着 应该是不错 那个早点的 这两天我估计看着都快了 快点什么呢 估计也得下月了 下月了 对对行吧 行 没什么 看看 我是出生于北京 这个从小就在北京出生 但是那时候有插队 当时那个年代不是有插队吗 插队十几年 就由于去逛街出生 对得到 本期推动 多年一会认为 总行的 十几年 是 政府试图 我最喜欢的是帮助那些老太太和老人 因为他们很令我想起我家里的那些奶爷奶奶了 我觉得不能通的很开心 因为咱们小区里养的狗养狗的人可能比较多 然后有一天我站在值班的时候 我见那一只狗可能跑到这屋里去了 然后它主人怎么换它也不过去 接着那个主人蹲了海之后拿了一把梳子 说给它梳梳那个身上的毛发 结果那个小狗很快就村里面出来了 让他给他说说那个身上的毛 我觉得挺奇怪的挺好笑的 因为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的小区算是重点小区吧 也派了很多人出去去值勤 然后去那些天桥上来之类的值勤 所以当时园区的可能都是进入那种紧急那种状态那种 所以查的可能都比较严之类的 然后每天很多很多的人一个一个查 然后一个一个进去 那时候我觉得挺累的 然后接着就是很自豪 因为奥运会毕竟是在立志不远的地方看 对挺自豪的 一个是累一个是比较自豪 明白 所以 所以我現在做的就是耍花時間 我應該做的就是去外面問他們 來吧 安排一天 那天我會在我家的房子 在我家的9層 我會有所有東西你需要 我會有酒 我會有充電器 我會有電視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客廳 然後這邊的話等於就是 有可以作為辦公 幾台辦公桌 辦公椅 我們主要做活動車化 做各種的活動車化 因為那個房子沒法辦公 然後孩子太小 那我們這孩子就在那個安征橋 一個私立學校 然後以前的時候 七歲之前我們一直都請的是一個阿姨 然後呢帶他 就在今年六月份的時候 那個阿姨啊她那個不幹了 因為她那個到了那個退休的年齡 因為我們中國到了退休的年齡 就有退休工資嘛 她就不幹了 然後平常說因為她有一輛車 我們有一輛車 我也有一輛車 那麼如果沒事的話 我就會以我為主 把她開著把接回來 如果我們倆有事的話 那麼她就住在學校裡面 她是一個私立學校 是這樣的 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第一印象 我覺得這個地方呢 比較安靜 這是我第一的印象 第二的話 你從我的窗戶 我就能看見 兩槽看見水地方 我感覺挺舒服的 第三個呢 這個位置 從北京的角度來說 應該屬於比較 交通比較方便的一個地方 第四個 這個地方 離我兒子上課的地方很近 從這裡走路 十分鐘就能 開車十分鐘走路 十五分鐘 就能到兒子的那個學校 嗯 有的時候這樣很方便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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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Saya說 我能夠 可以是神 那是 我還想 我可以讓人 Tanta muerte, tanto enfermo por aliviar Tantos cantos, tantas penas por pasar Me hago viejo y mis arrugas no me esperarán un día más Cientos de preguntas hoy perforan mi cerebro Quiero la respuesta de mi gran porqué Yo solo tengo una hora porque las personas vienen a las 9 y mi amigo todavía no está en la noche ¿Que puedo hacer? Estoy esperando por él Ya invité a 20 o 25 personas a casa Notí o no les hablé a Robert 我认为你不在乎 但我努力因为明天我必须清除 如果不,他可以杀了我 后一夜的派对 我的朋友来了 OK Hey Robert